今天是9月14日,星期二,教會今天的禮儀是慶祝光榮十字架的慶節 教會禮儀讀經的三篇都是跟十字架有關 第一篇護石記是第21章的四至九節,就是一個御象說當時在抗野的人被蛇咬 那些被蛇咬的人,那時占望了銅蛇,保存了生命 他們占養了銅蛇,這個圖像就成為將來耶穌肯十字架上的一個御象 第二篇讀經二,就是幾百人書的第二章六至十一節 這裏的主題都是天主自貶益自己,為此天主極其舉讓他 這個是耶穌基督的甘願,是自己貶益自己的甘願 而這樣是得到主的一種最大的光榮 而若望福音就是,人子都是應該這樣被舉起來 這裏就是講到,令到那個結果就是凡信仰他的人不自喪亡 反而畫得榮生 所以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一個,或者一個思想 就是,讓我祈禱到就是,事常都給我們這個十字架 是一個很大的,所謂一個吊詭,一個paradox 就是,尤其是現在的慶節,冠上光榮十字架這個字 光榮十字架,這個字眼本身就是充滿一種矛盾 十字架本身就是一個恥辱,是嗎? 恥辱的象徵,就是一種死亡,一種最殘暴的方法 是讓人一種最卑微,最痛苦,最恥辱的境況之下的一種情形象 但是,另一方面,他是光榮的,他怎樣是光榮呢? 所以這裏,我們就不能夠,很難用人的一種角度去明白這個所謂的矛盾 這個本身是一端奧跡,是嗎? 就是,一邊是光榮的,在十字架上 這個當然我們後來明白,耶穌在十字架上 他的死亡是救贖了我們的全人類 因為一個二人的死亡,在十字架上犧牲 最後他復活,第三天復活,正如天父復活了他 這個就是,這個復活,復活就是這個信仰的一個最重要的核心 所以因為這個復活,在十字架上所發生一切成為一種奧秘,是嗎? 耶穌在十字架上所說的說話,所有的行為都成為一種智慧 我們怎樣去跟隨耶穌,或者怎樣去明白這份奧秘呢? 或者用我們的經驗,用我們的思考,邏輯,或者辦法去明白 即是十字架,怎樣可以這份受苦,怎樣可以光榮 怎樣這份信仰可以帶來生命 所以這裏是一份奧秘,一份奧秘來的 這份奧秘是要,好像我們能夠相信基督信仰那樣 即是怎樣可以相信基督信仰呢? 都是我們自己開頭歸醫的時間,面對一個很大的問題 為什麼我相信主呢?為什麼我相信耶穌基督呢? 這個去到信仰本身很核心的一個問題 這裏有一份信德的恩賜 而在十字架上,耶穌的舉動,都是一個奧秘 如果我能夠明白,或者體會這個奧秘少少,都是一種恩賜 所以這裏我就,譬如我自己回去看自己生命的經驗 看看自己生命之中有些什麼是卑微的,痛苦的 或者是,或者覺得是困難的,難受的,被人看不起的 在這些經驗那裏,我是怎樣可以藉著主的力量 有一種超越,超越的一種自我的一種能力呢? 在我自己生命經驗中,可能回顧一下一個兩個這些經驗 我都發覺這裏有一些痕跡是,即使是自己有這些困難,卑微 甚至乎是委屈的時間,原來這裏有這份平安的體會 這裏可能就是體會到少少這些所謂十字架的奧秘 主也教了我們,他貶益自己,他是甘願貶益自己 所以天主又舉揚了他 福音也有很多地方,耶穌也說了 誰是歡迎最大的,他是成為最少的 誰是捨棄生命的,他是獲得生命的 這裏剛剛是很吊詭,很大的矛盾的地方 這樣我們自己生命去體會這份奧秘,就要回到自己的生命經驗那裏 那我都今天藉著我自己祈禱,我都回到自己生命經驗那裏 最近我自己有一些遭遇,都覺得是一些小小的委屈 小小的不太公道,或者是覺得有一些自己覺得不太容易的遭遇 這裏我後來祈禱的時間,接納自己一份卑微,一份謙遜的時間 我這份內在的平安,讓我可以度過這些內心的這種掙扎 比較樂意去接納一些所謂小小的,或者是成長中的一些小小的挫折或者打擊 這個都給我體會到,能夠甘心情願去接受一些自己是一些悲微,一些委屈的事情 其實是,如果能夠在主內體會到這一份這樣的,主給我們一份力量 這裏,這裏是有少少傲責來的,這裏是一份恩賜來的,這裏成為我們在靈修旅途之中 是不斷成長的一份動力 好,這裏是要回到自己個人的經驗那裏 一說到奧積,奧積就是我們不是可以用思想或者邏輯推理去明白 要回到自己的經驗那裏,我們怎樣體會主在我生命上 一些幫助我的地方,或者在我困難之中超越的地方 一些愛的力量,克服了很多不可言喻的一些限度 這些都是自己在自己生命之中慢慢可以發掘到這些 在主的奧備之中給我們這份恩賜 好,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裏 為今天的祈禱,我們就是求主賞賜給我們這一份 很甘於跟隨耶穌這份貶益自己 因為如果我們願意便宜自己 原來這樣能夠釋放出更多的自由 很甘心情願,這裏就是一份自由 如果我們有這份自由的時間 天主就是這樣舉讓了我們 所以我們求主給我們這一份甘於被便宜 甘於那份謙信,甘於那份卑微的生活 這些求天主賜給我們 在我們自己人性經驗之中 慢慢去領略這些天主給我們這些很大的禮物 好,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裏,主有各位